还记得那年的一个夏天,二叔在村里开了一个小卖铺 我们几个小孩像跟屁虫似的跟在二哥后面,想着二哥能送点零食给我们吃 一生爸爸冠意,品品料,先叫先得 我操我们可是堂兄弟,你个喵给我来这个 今天我李二娃就是不喝从这里跳下去,也绝对不会叫的 是 哎呀呀,六瓶够喝几天了,美滋滋等等 我要是这样回去,被老爸发现了 怎么和老爸解释呢 我喊二哥爸爸爸爸,送我的,不不,二哥 二哥送我的,咱这波,其实不亏六瓶呢 不行不行,我得藏起来 嘿嘿嘿,把饮料都装到家里这些破瓶瓶罐罐里面 都半瓶半瓶的都保险了吧 那不是我装饮料的吗,难道被老爸发现了 这表情这气氛吗 麻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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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走为上课 二娃 这,这该怎么解释,爸妈我,我,我 今天晚上胡做饭了你自己早点吃的 啊 哦,哦,好,好 嗯,你怎么了 我,我没事没事 啊,好险 好险我还以为被发现了呢 一会等爸妈回房间了 我一定要赶快去解决掉 我一定要赶快去解决掉 哦 你小子喝我烟灰刚干啥 那味道难以想象 后来才知道爸妈去药涨没药到 老板一闷的抽了一下午 随便找了一个瓶子散灰 结果被我一口干了 再后来二哥东窗事发 我也没能幸免 哎,早知道 我当天就把六瓶全喝了 亏,太亏了